林家欣 今年再為慈善團體出兒和繪本 雖然今年女女沒有參與創作 但也有幫忙提供靈感 今年兩個靈感都是來自女的 因為我女兒去年問我 她說媽媽我身體是否屬於我自己 她當時四歲 答案是你的身體屬於你自己 亦不屬於別人 亦不可以讓別人跨越這個界線 我們是可以有權發聲說say no 說到親子閱讀 家欣就有點感慨了 家姐不是很想和媽媽閱讀 家姐自動自動幫我自己閱讀 她妹妹五歲 所以現在仍然很喜歡和我黏著我 和我閱讀 我又可以乘機掃一下頭髮 抱抱她 再大一點就踏入反叛期 反叛是一定的 我覺得都不用去害怕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很反叛 我覺得反而你怎樣去溝通 那個渠道是要不斷去進展 因為小朋友會一路大一路變 你要去多點同理心 我們多點放在自己的角度 有可能他們學校有很多壓力 同學之間 誰會說她壞話還是什麼 他們都很著重的朋友圈 所以慢慢在這方面 你用多點同理心 跟他們說 就不要用一個 我是媽媽的美女 這個語氣就可以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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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